下面是一些關於正面說話和主動聆聽 如何可以幫助我們複製開心和諧的家庭環境 接著以下七個簡單的步驟可以幫助你們的小朋友 覺得家裡是一個很有安全感的地方 第一 作為他們的榜樣 作為大人 我們在小朋友面前的行為表現 對他們自己本身的行為會有很重大的影響 例如 我們每一天跟其他人相處的時候 如果能夠表現有善的話 其實都是在做一個很好的榜樣給我們的小朋友看到 第二 說話要用正面的語言 同一句意思 但我們說話的方法和態度是很影響出來的效果 例如 可以說 你可不可以小聲少少說話呢?代替 你不要再大聲喊了 第三 多些說麻煩 多謝 每一個人都喜歡給其他人稱讚或者欣賞 所以當你找人幫忙的時候 記得說一聲麻煩或者多謝 同時都鼓勵你們的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做同樣的事 第四 做一個最佳寧聽者 和我們的子女聊天的時候 可以嘗試以點頭或者問問題 去表示你專心聽他們說話 這樣做 確保你作出任何回應之前 能真正明白他們說的什麼 第五 互相分擔對方的壓力或者重擔 要照顧小朋友和其他家庭成員 可能是一件相當挑戰的事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互相分擔責任 整件事就會輕鬆得多 嘗試將家庭的家庭、家庭、世務 照顧小朋友或者其他責任 分配給每個家庭成員 那你就不用一個人做了那麼吃力了 第六 好好照顧你自己 要照顧一頭家不容易 有很多事情做 都做也都做不完 嘗試和你家裡其他成人的成員 規劃一個輪監表 令到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鬆一鬆和頭一頭 第七 好好享受和家人一起的時間 每個家庭成員輪流挑選一個可以一起做的家庭活動 同時都要找機會和你的配偶或家庭成員 有多些有質素的一對一相處時間 當你每一次都用一個平和的方式去處理衝突和矛盾 你亦都是在教你的小朋友寶貴的一課 所以你要為自己感到驕傲 記住 你是可以找人幫忙的 尤其是當你覺得很累 很有壓力的時候 你一定會找人家庭活動 既然會有很多今天 既然會找人家庭活動